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的主題也很特別 因為各位知道我們都很熟悉的廖威廖老師 其實是大口中的廖老師 無論是在電子媒體上或是我們所謂的作品 是一個很特別的女性小說家 那小說家的著作呢 既然是不歸入 這本書其實各位可知道 給各位看 剛剛印好了 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很長一段時間 銷售量已經十幾萬冊 然後在今年的五月 就是昨天五月一號 再度推出了新的版本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開始 那我想各位有很多這本書 可能各位有很多人是廖老師的書名 可能是第一次跟廖老師的作品接觸 這本是認識廖老師的作品裡面很好的方法 那這本書是1983年的時候 廖老師的第一篇 他身邊中第一篇中篇小說作品 就寫了之後 就立刻得到聯合報導的中篇小說推薦獎 那我覺得 哇!第一次做這個大展實在是 很有能力的激度和陷入 那這本書也聽到 這個重要的一個代表作之一 那這一次呢 其實是由我們這一次 各位可知道是由 特別是政府所主辦 特別是文化局所承辦 還有我們這次特別是租書館 作為一個扮辦單位 然後由我們文藝大社 作為執行單位 所規劃一個活動 那這次活動裡面呢 我們也很榮幸 謝謝教授教授老師 這方面將整之一 我今天很開心 是因為 我的不歸入 那個 好不容易 因為那次 聯合報導得獎 所以聯合報導 不要把本書還給我 我們應該先說 各位大家好 我們文學的副同聯繫 在那邊好好介紹 因為他一直 又聯繫 然後又有文 而且他好像不只在文學方面 他在整個文創方面 他是非常有私利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謝 我們文學兩位同事 在那邊 辛傑還有中越 都在那裡 那麼 我覺得文學是我們台灣目前 是最厲害的文學季開 文學樂開 然後他對台灣的文學 其實可以說 老中心都照顧到了 當然文學今天能夠 有魚脈一蠢 我覺得是因為文訓 是很大的功勞 所以我要在這裡 感謝文學一下 應該把他帶給風得比 幫我上班 好 那麼 我想來台富貴路 其實文訓這邊 他這次的活動 是把文學跟地標結合 譬如說你這本書 你裡面的場景在哪裡 你常常經過哪一條路 那麼你的主角 在哪一條路 身已死別 愛恨情仇 在那裡大眾 地方 那麼富貴路 張老師跟我們早期的中山北路 是很有關係的 福貴路的男主角 那個算是男主角嗎 一個男混蛋 但是呢 他就從新北投開著 他那個橘紅色的福特牆汽車 然後去有意的 要去吃人家 會婚女子的豆腐 那麼是抱著說 我玩一玩就把你甩掉 那樣的一心態 然後 不惜把一個 那個時代的女孩子 把他弄壞了 我說弄壞 就說 她的人生敗壞掉了 然後就會從新北投那樣 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中山北路 我一直覺得 其實我那時候在洗的時候 要洗中山北路 但是新北投到中山北 當時的唯一一條最簡潔的便道 大道又美麗的道路 就是中山北路 所以我想 即使是一個很悲傷的 一個感情故事 但是我想 中山北路那麼美麗 我們也曾經在談戀愛 而且中山北路 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台灣有史以來的 那個大型咖啡館 所以他們的營業面積 大型咖啡館的營業面積 都比我們現在目前的會場大也非常悲傷 夢咖啡啦 什麼咖啡啦 然後很多小山 很多原配 很多愛情裡面的 第一位跟第二位 第三位 常常在那裡談談 我們也很多朋友 好朋友 喝咖啡 四位也都在那裡 跟男朋友約的 有時候也在那裡 因為那時候 那咖啡廳裡面有演唱 常常是 譬如說也有鋼琴伴奏 或者是鋼琴獨奏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最流行的一首曲 叫Philip 等等 我鼓勇不前 所以我現在就喝不到 大家不要留在那裡 記得那個東西 那麼 中山北路 其實談戀愛的地方非常多 沿路所有的那個護照 那叫 以前叫天下第一大道 因為從那個 機場出來的時候 走中山北路 就是所有國語必經的道路 那麼再往前幾年呢 很多校學生或中學生 被政府要求 與學校要求 就是早上每一個人 以前最早是自己做國旗 所以有些爸爸媽媽 邊做邊囂張 為什麼每次都要做這個 然後呢 又沒有地方買 後來就開始有一支國旗 班警徒一買 然後一個人一支 然後到那邊就回 也不知道接送的是哪一位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在那邊揮手 那麼廣東歷史也是經過那條路 那麼去總統府 去拿黃金 大概是翻售黃金 投誠的黃金等等 所以其實每一條 必須要每一條大路 我覺得台北市或任何城市 所有的重要的道路 大概都有一些他們的歷史 那麼很多是政治的 但是很多是文化跟經濟的 文化經濟所牽連的就是感情 那麼我想中山北部先講到這裡面 大家很會 我實在很懷念現在那種 以前那種那麼大型的咖啡 然後那麼舒適的座椅 那麼好的談判參與 因為即使在談判的時候 其實因為每一座椅都非常大 所以隔壁座要聽到真的 因為通常談判不會吵架 不會那麼大聲 通常隔壁座也聽不到 所以那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談判參授 也是一個很好的觀戰場所 所以我覺得那樣的一個場域 我覺得是現在的 年輕人現在的 在深受情感煎熬的 或者必須要談判的種種 是一個很難想像的地方 但是那裡面也埋葬了很多慶祝 埋葬了很多對或不對的人生 那麼中關北部呢 從前還有一家叫雅都咖啡 雅都咖啡的餐點跟咖啡室 那時候台北市非常文明的 在蜜蜂咖啡還沒有盛行的時候 雅都咖啡在蜜蜂咖啡還沒有盛行的時候 一二十年前他就存在了 可是雅都咖啡在血炎收掉 我們覺得很炒 因為他的餐不貴 大概幾百塊吧 我記得我去吃的時候 大概三四百塊 三四百塊比現在的 什麼IKEA 咖啡 加一加這個餐 就配上什麼A餐 B餐 A套餐 B套餐 加起來都三四百塊的 IKEA 豬肉牌 豬肉牌很貴 德國豬腳也好像比較便宜 先講一下 讓大家混 剛剛吃過後來一下不會很熱 但是我覺得有氣氛的 你能夠在那邊享受一餐 那邊享受一些比較快樂的時間 中山北路上還有南京轉過來的 南京東路上 好多那種大型的咖啡屋 其實那時候就是我們 青春正順的年代 所以同事啊 朋友啊 親友啊 或是你自己啊 都有那些 必須在那些咖啡屋裡面 留住 爭打混濁的一些情景 還有 圓山萬店的附近 是情侶們常去的地方 因為那裡有很多 不要錢的地方 你們光線很好 就是 所謂很好 就是不太有光線 所以 光線很好 我的國父小說裡面都寫到 中山北路的情侶去的地方 然後再過去 反正中山北路那整條路 你甚至找情侶去 跟以前的動物園或兒童樂園 動物園先撤掉 跑到洞下去 然後就分離了 然後呢 兒童樂園呢 其實呢 情侶民要同心一下 要想說 誒 國安好棒 好棒 這也是一個好地方 所以呢 情侶們常常去的 兒童樂園 現在好像也換到 比較那邊去 比較 四里的是不是 對 你看 因為我現在沒有什麼孫 還沒有什麼孫女孫兒 那麼 還有兩個肯老頭在我家裡 所以 所以我還有機會去那種地方 好 那麼我想呢 因為我要看狗狗 我是老花瑜 所以我還是不知道你進哪兒 我不是老花瑜 我是進士儀 我說錯的 我想 為什麼我今天要講 《不歸入》 《不歸入》其實不是單純 我自己最暢銷的作品 因為它有在台灣的 女性主義小說裡面 與其台灣的今天的兩性生態裡面 《不歸入》是打出第一個 乾坤大短的一本小說 那麼 我想呢 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 我不知道誰幫我寫風月 那你寫著 我們那個得獎的版本 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 第八屆聯合報中篇小說 特別推薦獎 大概就只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開導能力 然後就是《不歸入》 但是這個好像應該是 不是我熟悉的總編跟編輯寫的 可是我覺得 很能 這位女性編輯 非常地 我覺得她對於愛情方面 會非常好 非常能夠把《不歸入》的特色講出來 她在我們的 《書腰》上面寫 《不歸入》上面的《書腰》 這個書印應該 明天就會到《書室》去 是最新的版本 因為好不容易 千拜託外拜託 說了好幾次 最後連今 終於同意說 因為得獎的小說 有非常轟動的小說 是她們的一個 震懾的一個織寶 老實講 我雖然講這樣 大家會覺得 你要有後臉評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讓福歸入 揮入她原本的地位 要稍微去講一下 不要管臉評問題的問題 總編輯我想得不是九個總編輯 她說 愛情無恥多交 飲無數女人盡折邀 好像有個詞 隱隱風騷數十年 不歸入 我想確實 不歸入是可以當作無愧 不歸入是我的第二篇得獎講說 第一篇是1982年的尤馬太子 她是得《中國時報》的 短篇小說手腳第一名 那後來得獎癮後 我有一段時間還懷孕大腹子 所以工作就是半天的工作而已 本來沒有工作 後來就同事一直叫我說 來啊來啊 這個地方需要一個廣告負責 我們就去坐半天 坐半天到我兒子生下來 我又坐了半年 後來發現我的兒子 比我所有的 這也是不對喔 比我的事業更重要 最少在那幾年 我必須好好看著她怎麼成長 那麼我必須讓她知道說 媽媽一直在旁邊 那跟你講這世界的什麼東西 跟想像的東西的童話 還有我編的故事 她一兩歲的時候都會講 媽媽你可不可以講 我是主角的那個 我要到揮州歷險的那些故事 這是我自己編的 這一次到揮州 這一次到印第安那個區域 所以你就要有印第安球場出來 還有印第安球場出來 還有印第安一個故事叫做老黑 都是我自己編的 你看多辛苦啊 晚上要寫小說 然後再更早的早上 出晚的時候 有時候講床面故事講到四個鐘頭 後來我自己昏倒 我說像 你可不可以讓媽媽休息一下 讓她昏倒真的不行 然後她就坐在旁邊 那我跟妳一下 然後等她也睡著 所以呢 我就常常趁這個空檔 讓她睡著 因為她是很不想睡的小孩 超級喜歡聽你講什麼東西 我本來以為 說不定她會變成 繼承媽媽醫國的一個好孩子 但是我跟你講 老天都是注定這樣 你的孩子 永遠不會像你預期的變成那樣子 他會變成一個 完全沒有預期到的一個人 所以呢 人生就是這樣 那我講不歸入 這本小說 因為是1983年 就是比多媽太子晚了一年 我就在還小孩的那個期間 給小孩生下來的半年間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 還有中編想說 聯合法的中編想說講 我根本沒有想要再參加了 因為 圓媽菜子是一個 雖然我是個文藝青年 可是真的是 有十一年 有十二年 十二年沒有寫過 而且已經覺得說 我們自己要告明文化 以靈洋早期的文藝青年時代 從初二 國二到大學畢業大事 畢業那幾年寫了幾篇 大概寫了十幾篇 每一篇都不超過五千字的 賞文小說 你怎麼叫做賞文 很像小說的賞文 或者賞文裡面有小說的指數 因為那時候你其實就是 沒有人教你 你就自己寫 然後自己投稿 那麼 圓媽菜子也是在那個情況下 不一種投稿 因為沒有工作啦 但是事實上 那小孩出生了 快要出生了 你要奶肯錢 你要那時候出房子 然後因為總總的關係 就是 譬如說房地產做法 所以你總需要一些欠人 欠人很多錢 利息好多優點好 四的有三分的 反正沒有人沒有利息的 每天你就在應付這些東西 所以當時認為 人生已經成為無敵的時候 腦天讓你華麗轉身 這個也是這個主編講的 我不曉得他在哪裡講我華麗轉身 我經常都是 非常匆忙的轉身 很少華麗轉身 這個節目不是華麗轉身 所以我心然接受 像自己居然也曾經華麗過 好 那麼 就慢慢寫慢慢寫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他要寫成中篇 短篇或者長篇 我就只是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寫到後來是不到七萬字的小說 結果寫完以後 突然發現 老天怎麼對我那麼好 聯合報有一個七萬字影驗中篇小說 那我就想 這個不是很剛好 所以你有沒有想什麼 就把他投進去 然後他就跟李洋的殺呼 李洋的殺呼 跟我在最後決賽的時候 大概低票之殺 所以他就變成推薦獎 可是這篇小說很轟動 轟動到什麼情形 就是說 突然變成家喻不小 真的是家喻不小 因為他是連戰 他得獎以後連戰 所以每天呢 我去寫我的時候 我經常寫我小朋友說 你們知道嗎 那個李洋人笨死了 居然要去拿小孩 居然生小孩什麼東西 居然想要生小孩 我就在幫我寫 我想 他應該不認識我 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視 沒有所有人 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個長成什麼鬼 作者長成什麼鬼樣子 只知道說 欸 跑出來一個廖面有一個 這個小說非常好看 那麼不歸入呢 也有很多記者 我們在那時候 什麼咖啡裡面 和咖啡的時候 旁邊都一桌記者 然後我們就聽到那些 男記者很得意的說 媽的我又不是荒母男 所以呢 總會應該是那時候 你會覺得 紅色惡色 那時候真的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所以就很平安的過去 但是呢 之後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 我好像陷入惡谷 一樣 那麼 這個 後面呢 有跟總編集 陳樹芳跟我對談的一些話 那麼 因為這本書出得有點急 所以後面那一篇整個 就是錄音的話 我沒有叫對過 那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說 不歸入寫完的 陸陸續續給我寫信來的 是有五百多項 他寫了兩百多項 怎麼會差那麼多 為什麼錄音哪一個人是嘴巴歪的 居然是把我變成二項不肯 他這邊寫了兩百多項 因為為什麼說是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惡夢 一個作者寫完以後 其實你不會想到說 評論家要怎麼寫 台灣的評論家 是你完全沒有辦法可以預期的 那麼 所以當時有評論家 不歸入 當時就是因為太后 造成的影響太大 對於兩性生態的影響太大 為什麼呢 台灣社會在經濟發展以後 但是文化跟所有的社會層面 還沒有跟上去的時候 那麼當時的女性主義 其實到底有沒有翻譯的東西出來 還沒有 但是台灣第一部女性小說 真正比較很結實的就是 Yuma Tsai-sen Yuma Tsai-sen 是台灣女性小說 一篇非常關鍵性的小說 那麼所謂女性主義 我想等一下我也會講到女性主義 但是我要講的女性小說 所謂女性小說就是 我們知道 他的作者一定要是女性的 第二 他寫的是 所有女性真實的感受 第三 他寫的這個內容裡面 對女性的地位跟未來的前途 是有所反省跟爭取跟奮鬥的 然後當然最重 第四點最重要就是 這個小說的藝術性 文本的可看性 就變成也是非常重要 你如果即使有這些意念 那你最多只能變成一個 女性主義者的理論 你不能變成一個女性主義的小說 那第二本《不歸入》 其實也是台灣轉型社會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本重要的女性小說 不同樣的女性小說 那麼《不歸入》的重要是為什麼 在那之前呢 那麼我引用一個文學評論家這樣講 油麻菜指示 寫台灣處理關係 最重要而且最不典型的一部小說 是由女性寫女性 就整天就是由女性所寫 所有女性的運運 兩代女性運運的一個故事 過去台灣的女性呢 女性的故事 是由男性作家來揭開的 男性所謂揭發跟看到的 男性所看到的女性 永遠是有兩種 一種是瑪莉亞 就是非常的典型的 非常的任勞任怨 非常的不跟命運起衝突的 我們就卑微地忍受命運給我們的試煉 我們就做一個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的女性魂 另外一種是夏娃 那麼所有的男性作家 瞭解到台灣女性的 某些比較特別特立的物質 他們就是一種夏娃 各位聊聊一下 她會去引誘男人 她的情侶是分放的 她的行為是他們認為不合道的標準 所以男性作家裡面的女性 只有兩種角色 再也沒有中間角色 可是事實上 女性怎麼可能這樣子刻板跟典型呢 一個女人 為什麼人有那麼白白種 人說我們幾乎幾乎八乎 我想應該是幻影 幾億不同的人 每一個人都不同 你覺得他人是有共向 是有普遍性的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獨特的個性 合而不同 同而不合 應該要這樣 對 但是呢 所有人作家描寫的 臺灣女性只有兩種 一種就真的是馬力亞 真的是 就是非常虔誠的 非常對秘密服從的 對所有掌權者 我們的社會其實有兩個階層 一個是掌權者 一個是服務者 掌權者 什麼叫掌權者 就是我在界定 示威好怪對錯的標準的人 我是規定標準的人 大家都要依我定的標準來做 所以他是管理大家 而且是有點獨摘的 是我把所有的對錯 示威我來定義 那麼服務者當然就像我們以前的女性 我們都不要去正常 我們的生命就是用來 用我們年輕的肉體 交換每輩子的換票 事實上如果我們受過教育的話 我們自己就能夠整到這個換票 但是因為我們不能去公共的學校 去正常的受教育 我們不能拿文憑 我們最多只有在家裡讀一點私塾 即使是歐洲美洲國家的那些規格女性 那些上等社會的女性 那些貴女 女孩子也是請教育到家裡來 選過一些比如說都是溫揚公檢站 給你的校訓是 功成勤義 又功又成又勤又要堅毅 就是溫揚公檢站 所以我們的校歌裡面是 齊家治國一間雙飄 一定挑死 我跟你講 還沒有挑一半 就全部被他押死 就被他壓死了 所以那是不對的 為什麼我要齊家治國一間雙飄 是大家一定齊家 那治國齊家其實 男人也應該挑一半 是這樣講的 男人只挑齊家 所以很多人去競選 所以我們現在出現很多 政治是最好的片屬的那些政治家 講到這裡 我剛剛就講到說 為什麼會有女性 所謂的女權主義 我想要女權主義先講一點點 等一下再繼續講小說 再繼續講女性主義 其實混到什麼困難點 那麼台灣社會當時 沒有人用第三者做主角 寫一本轟動成這樣的一個小說 所以第三者永遠是不能上台面的 我們道德層面那時候只說 第三者都是狐狸精 第三者都是該死 現在都是壞死 但是不歸入裡面的女性 是完全不典型的第三者 他是一個可憐的第三者 是一個受騙的第三者 是一個自己整拖不開 這個不算愛情 最多只算情慾的一種 漩渦的一個情節 他一輩子就栽在那裡 那麼這個小說呢 最重要的是台灣第一部 以第三者為主角的小說 但是別人講這有什麼重要 重要的地方是 第三者是台灣社會角落 角落地方 黑暗的冰山的最底層 的一角是沒有人敢去把它熱開來看說 揭開來看說 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有沒有認真考慮過說 女人為什麼變成第三者 這個不是會生活 所以這個是台灣女性小說 已經萌壓以後 一本碰到情緒問題 就擋住的一個女性小說 所以台灣80年代的女性小說 其實碰到一個最大的問題點 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台灣女性的情慾 要怎麼去解決呢 因為情慾自己不能解決 就沒有辦法情慾自己 所以女性主義呢 所謂的女性主義一般來講 就是起源於17 17世紀 法國的某些工作階層 就是等於說服務者階層裡面 壞了房錢 壞了房地的 權規的 壞了房權的一個革命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女性主義者呢 因為他們其實一直覺得說 所謂的女性主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要素 就是說過去的女性不平等 其實男性也有階級區分 男性的不平等 其實事實都是有客觀存在的 譬如說 歷史女嬰 中國大陸過去一臺化 所以生下女嬰的話 華人的那種 中國人那種 我一定要有後 尤其我們的性多麼驕傲很少 性體重的疲 性造的造 天下第一性的造 姓什麼 姓楚 楚留鄉的楚 所有的姓都有覺得自己很棒的一個姓 所以我們一定要傳 人家說 我過去演講過 有一位皮先跑上來跟我講說 他生了兩個女兒 但是 同一個演講的時候 不好意思跟女婿講說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小孩呢 讓我們姓皮呢 因為我們家只生兩個女兒 那你是不是如果你有兩個孩子 你可不可以一個給我們姓皮 讓我們皮架又可以傳的時候 那個時候明華好像還沒有改成說 你們夫妻兩個人 小孩子要姓什麼 可以用協商的 協商不行用 不是外圍來 手圈 用手圈的那個方式 來決定說 用抽籤那個 我從來沒有講過 這種部分可以用抽籤 決定說小孩要姓什麼姓 但是總是一個方法 至少你已經還有抽籤的權力 對不對 我作為我們皮家跟一個小孩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我貴的 在開會上幫你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女性的家 不能姓母性加這個姓 應該是錯的 女性家族也應該有權益 可以 小孩有貴他們的姓 我一定會傳達這個意見 但我不是立法者 我們最多只知道 人家是上了一個對象而已 所以我不說到這個 可是我會觀念說 在那個年代 很多 就生女兒的爸爸非常交平 因為他發覺說 他們家怎麼辦 而且最近 年最近還有一個太太 問我說 她無父無母 所以應該是無父母都造詞 兄弟無靠 單親 只有一個獨生女兒 聽起來很恐怖 好像單身 只有一個獨生女兒 可是她說 過兩年 她女兒在兩年任 一定會結婚的 所以她覺得說 她那時候也該退休的 她退休也沒有退休金 很多民營機構 退休是沒有退休金的 也許你剛剛過去 例如做了十年五年 有些公司會用各種方式 讓你沒有退休金的 所以不是像公教員 是一定有退休金的 所以很多人沒有退休金 我能夠了解 所以她說她沒有退休金 所以她覺得 她覺得自己本來很阻定說 如果她女兒結婚了 跟女婿結婚的話 她可以很坦然的 去跟女兒女婿一起住 可是呢 很多她認識她的 不認識的 有相關的 沒相關的 關係深的關係性的 我跟她講說 這是錯的 這是社會不允許的 你不應該去跟女兒住 你應該自己怎樣怎樣 然後她來跟我說 你這樣是 為什麼 只生女兒就那麼倒邊 我說天下沒有說 生女兒的媽媽 不能跟女兒住 沒有這種事嘛 我們可以告女兒遺棄嘛 但是要講到告 我們的親情要講到告 實在就是不好的 所以呢 應該是女兒自己要 跟男朋友講好 我就一個媽媽 我結婚以後 我希望能夠 讓我媽媽跟我一起住 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如果她不要 這個男人其實也不用嫁 我是講的 因為也有人講說 不是最近有一個 要靠別人妻的嗎 你嫁過來 你就是我家的 你的財產就是我的財產 你也是我的財產 媽的屁 那就是這樣做 所以後來很多人 臭罵一次 就是 幾乎要把這種說出來 但是這個是 你認為這是一個單一事件嗎 不是 其實我們社會裡面 還是有這樣的男性 所以女性主義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不平的事件 是在我們社會上 其實都客觀存在 什麼叫客觀存在 就是我們生出來 環境就是這樣 社會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知道 是不平等的 但是我們覺得 好像我們就是 別人啊 第一等的樣子 所以呢 歷史 剛生的女嬰 還有呢 就是說打太太 上樓社會打太太 打得很兇的也是有 打得很兇的以後 就去 我不知道去什麼 反正就是 你打傷人家的時候 其實 只要太太去警察去報案 只要去備案 準備要報他 這個事情是可以流出去的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 非常重要的那個政治投稿 打太太 打得非常兇的 太太還是學名皇后 但是被打到那個 豬頭這樣一個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們覺得打太太是應該的 因為你是我的財產 我的財產 所以我控制你 我對你的所有權利 我對你的權利 所以我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呢 女性呢 女性的生命第一個是說 你天生的客觀不平等 你已經很 你是淡淡下來的女性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覺得說 OK 就是這樣 所以怎麼辦呢 結果他們不會想到說 不會主觀地認為說 不對 你不應該對我這樣 那時候還沒有這種意識 所以呢 女性到開始有意識說 我是人 我跟你 我雖然不應該是第二性 我是兩個性 兩性之一 但不應該是第二性 性沒有第一第二的 所以你並不是歷史 而是我們裡面 其實有很多女人創造的歷史 女人不應該被這樣 磕蓋的壓迫 而且女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心 女人沒有辦法受教育 女人沒有辦法翻轉她的社會階層 或什麼 我想很重要的因素是 過去的女人呢 像印度 我們講一個最明顯 在才有幾年前的印度 她們八九歲的小女孩 就可以結婚了 然後可能 不一定 因為她是個熱帶器 所以她的發育可能比較快 有的說不定 女性的整個性器官都已經完全完整了 譬如說子宮 暖巢 所以她可能嫁過去 一兩年就可以生育 所以大孩子生小孩子 然後她一輩子就要聽老公的話 然後叫她做很多 一切都要順從 那麼 甚至 你知道嗎 那個 上一次 印度有個女性被強暴 那麼 好像是 那個南方的律師 律師的樣子 對外 而且對整個世界 公開她的結論 她說你本來就 這國外被強暴了 在這個時間 你怎麼可以 穿成那樣的出門 所以 被所有的那個女主國家 罵得要死 但是印度人是覺得說 我們這樣是對的 那麼 女人最大的可歸的命義就是說 當她在十歲左右 甚至不到十歲的時候 她們就變成父兄 用她們的年輕的肉體 去磨一個可以變才的婚姻 這叫做什麼 在我這裏 長得很漂亮 而且欠乎都美麗 所以 而且是我的家事不錯 所以我去磨一個婚姻呢 可能是非常有錢的 那麼末國上也有一片小說 有一片小說是寫家的 他們講一個小鎮地方 就是以農業為主的一個地方 那農屋有那個電農的 非常貧窮的農人 那也有婦農 婦農就是他們的婦翁 那麼有一個婦農 她的太太 就 她的個性非常不好 所以太太還有 還有服務的人 還有好幾個管家 全部都氣得半成不願意服侍她 所以她單獨一個人 住在非常豪華的 她的富有的農舍裡面 所以呢 他們這裡面就有一個 牧師的教堂牧師站 大概一個禮拜會有兩次的 做禮拜的時間 那做禮拜的時間 他念一小段經文 然後牧師就開始宣布 欸 柏朗家呢 需要兩個傭人 柏朗家需要幾個馬屋 柏朗家的馬怎麼樣 需要一個獸醫 哪一位獸醫可以去他家嗎 可以跟他去看他的馬 或怎樣 就是在當作村民交流的一個地方 那這一次有一次 那個牧師就講說 那個富龍假設是他商貨 商貨先生家後 需要一個年輕的女優 那麼包私包住 那麼要包辦所有的生活 一些家事 那麼多少錢 那麼有人要應徵的話 就來找我 或者直接到那個商貨家去 結果這時候有一個窮爸爸 他就非常開心 他就想說 他就叫你 他女兒快二十歲 他就說 瑪莉 你就去那邊做 做他的女優活 但是你要記住 那個商貨先生 叫你做什麼 你一定要補充 做你的驗室 都你要做他補充 那個女兒就殺死 因為一輩子都關在一個農家裡面 在拼命的放家裡 看他們多蒸幾個麥子 可以生活的 可是爸爸媽媽就帶著一種 身有意味的那種眼光 送他去商貨家 好 第一天呢 那麼他就到了喝下午茶的時間 他就趕快給那個商貨送上下午茶 說 老闆這是你的下午茶 然後老闆看著就很大聲地叫他 瑪莉 你要叫我一個人喝下午茶嗎 你也拿一部茶匪來坐在我旁邊 所以瑪莉就跟他一起喝下午茶 然後再來要吃晚飯的時候 瑪莉 你來跟我一起吃晚飯 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瑪莉 你想到我一個人睡嗎 你趕快來睡 說明了 半年以後 瑪莉回家的時候 肚子已經很大 然後他媽媽就很生氣 假裝很生氣 說你這個 你的小英文 你的小大夫 居然做出這種事情來 然後爸爸說 嗯 商託先生 該為他做的事付出代價 就非常修夥成德 跑去找商託才了解 結果商託沒有辦法 他說 不然我要把它當作蟲 不然我要怎樣 商託最後也是很穩 因為我覺得瑪莉 年輕的那個肉 可能是他的胃口 而且馬上自己又要後代 家庭 開始又要一個家庭 所以商託就娶他了 娶他當然要一筆錢給父親啊 所以很多父親其實 在早期都是 幼兒的女兒的年輕肉體 他根本不會想到前途怎樣 你只要幫我換一大堆 一大袋 銀子或金子回來就好 所以他是一個獵材的工具 所以你人的生命呢 其實因為他的你的前途 不知道要落到哪裡 完全是父親在掌握 所以早期台灣有一個業餘叫 女女孩子是油麻菜籍名 女孩子就是油麻菜籍的命 什麼叫油麻菜籍 油麻菜籍是兩種 油麻是一個 你割稻以後 田裡面的一種雜草 這個雜草唯一的用途 唯一的經濟用途就是說 你把它翻到土裡面去 變成灰料 它會回末下一季 你要種的稻子 它就是犧牲自己 完成別人的一種動物 一種食物不是動物 那是油麻菜籍呢 就是所有的種子 種子叫什麼 風吹到哪裡 我飛到哪裡 就落到哪裡 就表示說 駕汗駕汗 酸一吃飯 你被人家沒騙到哪一個男人 你的命運就是那個男人的決定 所以我媽媽小時候常常罵我說 我有說 因為我很會看到我自己的學歷 我會看到不公平的東西 所以我會去跟我媽媽小時候 你養的那些雞 全部都是我伺候的 包括會他們吃 被他們鎖到手 包括每天洗兩次他們大便 可是哥哥從來沒有伺候過 為什麼他一次可以吃兩個蛋 而且我久久才吃一個蛋 我會不平啊 所以就會跟他講 然後我媽媽說 所有的問題都只有一個回答 你知道嗎 你將來姓什麼 你都還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將來不知道要嫁給姓什麼的人 我根本還不知道 所以你根本就不信料 但是信料有什麼用呢 我們是死掉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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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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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父母呢 這幾年前 兩個月內先後往生的時候 我的這個 粉紅鐵的葬事 變張紀章先 誰會 誰會 我自己給人家 人家根本一心臟氣張的 怎麼知道是我的父親呢 結果你會覺得很無奈 那以前的朋友 你可以管他的嗎 你信料都信料 行不改名做不改情 害我爭取的感覺 我結婚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還是冠夫性 我說我絕對不冠夫性 我說行不改名做不改情 就半天發現 最後到圖裡面還是變成心臟的 所以其實是 性其實是沒有什麼重要 但我的意思是說不改 女人為什麼是 為什麼過去的女性徒弟 那麼多也被欺壓 然後都手也被冠冕的一個角色 但是女性為什麼 從來都沒有要爭取過 其實女性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這是天然的 我世代都是這樣 我祖母 我真祖母 我媽 阿祖 我所有的都是這樣 所以好像女人的慾就是這樣 那女人為什麼會覺得自己 受到不公平待遇 受到壓迫呢 是因為你看到別人的例子 別人為了自己應該享有的 目前沒有的 但是事實上應該享有權力 人生而平等 而且只要受了教育 你就知道人是應該生而平等 所以當女性開始受教育 正規教育的時候 沒有把那些 關於人應該平等的教育 拿掉的時候 女人其實就會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爭取自己自由的 自由平等不是要把男性淡掉 你想想看我們多麼需要男人合作 我們的爸爸是男性 丈夫 兒子 所有的哥哥兄弟姐妹都是男性 我們跟男性是合作的 我們是要求一個 所謂公平也不是 我五五零五五 其實沒有五五 就是我五零五 不是這樣的問題 而是我善囊的部分 我多擔擔一點 也許男人當然是四成 但是女人擔的六成 是因為我賺錢賺得不錯 我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我裡家裡比你好不快又迅速 那麼可能我就多做一點 那也可能是男人多做這一方面 所以我們要求的平等 不是說兩兩一定要對半 全天下沒有這麼好的另外一半 但是我們要的是說 人生兒都有自己是獨立個體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19世紀 法國的反皇權的一個革命 引花了女性革命的開始 所以19世紀開始 女性就開始說 女性應該不是第二性 我們也可以享受應該有的旋律 所以女性主義開始的時候 是19世紀 也是在化國 所謂的女性主義呢 我想最重要的 其實應該是追求一件事情 我想呢 18世紀的時候 反抗軍權的啟發 開始讓女性有質疑說 黃權不正當 那以男權難道正當嗎 所以開始懷疑說 男權的神聖性 到底是不是對 而且那時候 他們有一個自由主義派 他們崇尚女性 所有人崇尚女性 最主要的一個根基是說 有人在接受教育 所有人在接受教育以後 都具備同等的理性 所以應該平等地被對待 我想的台灣婦女呢 台灣的女性主義 大概在1985年以後 大家記得 尤其在1985年發表 而且被重視 馬上開成電影 她是被重視的 不歸入在1983年 延載的時候 她是一部 我想大概我這三四十年間 男性不但女性喜歡看 男性有非常喜歡看的 一本小說 他們常常覺得 有一次我去紐約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讀者跑來說 為什麼我要跟女朋友 我要跟我的 其實是她的校三 所有的過程裡面 她講的話 她說老師 你是從哪裡認識我嗎 我是有什麼朋友跟你講我的故事嗎 為什麼你每個街上我講的話 你都把它寫在書上 我說我實在是不認識你 但是剛好我小說的主角是這樣講的 所以可見男人那一套 其實都是一樣 狗變不了什麼什麼什麼 心放棄的 大概就是會講的 要變女人的話 一定是我們永遠變不好 我們快要離婚了 她實在是 有很多缺女的地方 很多讓我們舒服的地方 我們感情已經到了 就是必須要公分瓦解的時候 所以我是真摯愛的 那這個都是她在泡小三的時候 必須要講的 如果沒有這樣 那你不是變成一個狗 沒有狗的人 被狗挑起良心的人嗎 所以男人一定要講 太戀是不好的 我是多麼可憐的 被她逼到這個講話 然後碰到我理想的一個 我就前世的情人 所以我們就愛上了 所以我們這個是神聖心的共 那麼合法性不一定 但是一定是合理性跟合情性 所以我們外面的那個 那個男性都是會這樣講 好 那麼女性主義者呢 其實呢 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 所謂女性主義 一開始是講 女權婦女運動 所謂女權主義 其實從基本上是講 婦女運動 婦女運動 一般倾向女性主義是 為了終止女性 在社會生活中的 附屬地位所做的種種福利 也包括要平等 不要再受壓迫等等 是主觀上感受到婦女 想要把她擺回正面 主觀上 你主觀覺得自己 是不是錯待了 你才會想要這樣子做 那我常常想說 台灣的女性主義 為什麼化身在我們這一代 因為我們是戰後受過完整 泰文教律的這一代 過去我們的母親 我母親是個文藝主婦 她是十三歲 被我做西醫的外公 送到日本去遊學的 所以她是到二十七歲才學成回來 所以她是一個 讀了很多司馬妖太郎 甚至松本青燈的小洛比我還找不到 所以她本身就是一個 這是問題 可是她結婚以後 馬上就連續生了六個小孩 她沒有機會 沒有能力 沒有時間 可以把小孩丟在那邊 自己跑出去學中文 或者自己出去找工作做 所以她變成一個半文馬 所以她看得懂很多探詞 可是她沒有辦法講普通話 佛語 她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做了半輩子的文馬 所以她怎麼樣去感受 怎麼樣去聲援 為自己的不平等聲援呢 所以我們為什麼能夠 知道我們有這個權利 知道我們能夠 其實我們有專業能力 我們也有相等的思辨能力 所以我的想說 為什麼會變成台灣最重要的女性小壽 是因為我底下 我總觀上感覺到不平等 我覺得要扭轉這種狀況 女人不應該 女人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 其實你那時候絕對沒有想到什麼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 因為根本沒有看過任何意義 1985年以後 所有世界各地的女性主義 因為女性主義有非常多的流派 因為常常有一些某些主義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教義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從別的地方 但是他們有基本教義派 還有什麼自由主義派 一大堆開心 到一來的懷疑也開心 因為每人都想做三頭 做成一個不同的協會女性主義者 我就變成女士的 所以女人也是開始 還沒有開始很壯大 就知道男人的權力 人之位他們已經藏到了 但我不要講的是 1985年以後 台灣女性主義 被很多女性學者翻譯過來 所以在1985過去以後十年 是台灣女性主義 臺灣的女性主義變成顯學 非常重要 任何主人 只要殺豬 女性主義 那時候是顯學 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在女性主義 還沒有完全變成顯學 甚至還沒有被藝界進來的時候 小說家 已經把女性主義發揮到極致 我想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康萊欣 當時不歸入發表的時候 她非常的激賞到不得了 所以我認為她是 你們大家聽得都好 我也不是宣傳 但是我覺得廖文英冷靜但不能付 一針見血之餘 卻還不是姐妹情依的直血療傷止痛 這是講療傷止痛 直到講不歸入這本書 其實雖然一針見血 但是她提出了療傷止痛的 知道用什麼方法 你要任賠殺豬 不管賠在神的點上 趕快殺豬就對了 好 然後她繼續講 好看 好而好看的文本 小說化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只是一個主義 你如果把它用小說化的話 不歸入發 女性主義小說化 而且不歸入發 不但把女性主義小說化 也把社會學者的 或那個理論的小說化 你講了一大規 但是她寫一段小說 就來小說化 所有女性主義都在這裡 好還有像 無論調 或報告 什麼什麼的這些 也會小說化 所以她自己本身是教授 但她可能對 他們同輩之間的所謂 論文 主義 認為還不如一本小說 就可以把這個全部鎖緊 所以她是一個教授 所以真正硬眼鏡廣告的 一個廣告詞 我沒有聽過這個廣告 各位聽聽看 不然兩個年代的 Look Better 看起來更漂亮 She Better 有被這個廣告說 她說 高度可讀的 好看 又高度 世人的好 這個想要形容這樣 這樣 陳王明教授 實在為說 這是非常準確的點出 台灣社會創造 經濟體積之後的 文化震盪 可能也是低伏 從第三者的立場 來看待世間 婚姻的虛假與虛假 那麼 這位小說得獎 主要是具體而為的描繪台灣社會轉籍的理性命運 陳王明教授 我覺得 在事情發生那個時期 你有沒有在現場 是很重要的 陳王明教授 是一個非常可敬的台灣文學史學者 可是 台灣的文藝復興時代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 1980年開始到1990年代 台灣文學 加上台灣新電影的那個最好的文藝復興 其實後代有人稱 那是台灣的 白化文的文藝復興時代 他在美國 他沒有在台灣 所以他並沒有真正感受到 很多小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力 我想 揮露也有他的壞處 要怎麼講 那個時候 齊邦彥教授 我都叫他齊邦彥教授 我其實 在台大沒有被他教過 他也沒有評審過我們的小說 剛好都沒有評判到他的評審 但是呢 他曾經寫了很重要的那個 當時 風起雲有198283之一得獎小說 尤其寫殺戮跟不歸路 有嗎在怎樣 對社會的影響的時候 他講到不歸路 造成台灣社會的重大影響 高過於殺戮 當他講這個重大影響 我們一個道德家 齊邦彥老師呢 他其實是有點起起以為不可 你怎麼把第三者的文學拿來講 第三者不是我們 這個冰山裡面 一大腳都是第三者嗎 我跟各位講 其實 就在歸路 發表到輸出那個階段 我收了五百多工 都是小三的信 那時候那五百多工去把我弄掉 而且我差一點精神崩潰 我突然想說 天啊 我只是寫一本 也寫一本小說 結果我要回覆完五百多工信 而且每一個幾乎都是一樣小三 只是這樣那樣的小說 那樣那樣不同的男人 怎麼樣對待他們 其實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段黑暗期 原來小說家 還必須有這種社會秘密 後來 我就覺得說 那一段期 黑暗期 其實大概將近有半年之久 後來我才覺得說 其實呢 你可以呼籲美鳳多鬼 因為你不是智商家 可是我後來知道 為什麼我變成兩性轉 假設你回覆了 變成你回了太多性 大家覺得你回得不錯 所以我一直 我體驗一直都沒有發現說 為什麼 我只是一個小說家 我後來會變成一個兩性作樣 很多人也寫愛情小說 為什麼我會變成一個兩性作家 後來才覺得 因為我寫的不規路 是因為這樣 不規路就是 原本也會問你 小三也會問你 男人也會問你 到底要怎麼樣 像最近有一個男人 他說他們是導同事 已經認識二十年 同事二十年了 可是呢 前兩年呢 開始呢 不知道哪一個眼神 看到哪一個眼神 兩個突然就看過眼 兩個 那個女孩子是 婚居而沒有離婚 丈夫已經跟他婚居十幾年了 也不太來往 但是也不想離婚 為了小的不想離婚 現在也有很多長期的隱形離婚 然後更難的是 太太孩子都沒滿 都正常的 他薪水也拿回家 每天也照樣回家 但是白天有很多時間 可以出去 什麼汽車餘館 這個賓館 他說那種事已經早就 好幾百回 好幾百回的 所以可見是很多 可是他現在突然覺得說 我不曉得他發現什麼危機 或者他覺得 或者他覺得他 這幾年那個大概不行 應付兩個人也不行 所以他覺得 他沒有跟我講什麼原因 但他說他想要跟她說拜拜 但是那個女的不願意 他說老師 我有什麼好方法啊 能夠到這個事情圓滿久絕 但不會發生那個醜聞 我跟你講 外遇是很容易的事情 外遇最難在什麼地方 我要收腳的時候 而且一個要收衣服 就收的時候 是最難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他就說他們也沒有 互相給什麼錢啊 那麼 賓館呢 是一個人付一半 都有享受到 所以一個人付一半 然後 就是說他覺得說要怎麼樣 我就說 既然他們是以前來的 你也不該以前去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 你怎麼樣講到 他願意放手 你怎麼樣講到 你在講的時候 你不會再 一時動情 你們兩個都上去做 你一定要跟我說 我是很堅決的 要跟你離開 但是我那個理由 有非常多的理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現在社務線怎麼大 現在準備要開的 我哪裡會怎麼樣 我準備要開的 這他也不能去 醫院查你的病例啊 只有這個方法 就把錯揮在你身上 那麼就是 就是討論一個 讓他心甘情願 那現在到底搞得怎樣 但我不想把最好的方法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叫人 做很多壞事 我說你要弄到他性平氣和的走 就很難嘛 所以呢 為什麼講到這個 不歸路的故事非常單純 其實一個女孩子 就是學服裝設計的 大概是專科畢業的 因為是非常傳統 非常注意傳統道德 非常保守 非常淳樸的一個人家出身 爸爸本來搞一個鐵工廠 爸爸死掉以後 就變成哥哥接了 哥哥娶了一個嫂嫂 然後還有一個母親清光年 大概是快下還半下 那麼這個女兒 備受寵愛的 雖然家裡不見得有錢 但是總是一個小咖 有一小小的工廠在 那麼哥哥跟嫂嫂都認為說 那個嫂嫂是非常好 就說你是小姑 我們就是有義務 如果你還在養家的時候 好好對待你 那麼把你長得人家 好好嫁上去 不管你 那你自己騙愛也可以 那個 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個一個嫂嫂 是從頭到尾 從女到尾 那麼好的一個嫂嫂 可是呢 這個女孩子呢 因為 我覺得現在 如果在這個現代 現在熱鬥而醜鬱 沒有奶也變成 可以變成 三十七F 有沒有三十七沒有 三十六F 三十六F 六F 驗就對了 驗品是假的奶 可是 男人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其實一個男人 跟一個女孩子在一起 我覺得很多男人 讓女人覺得說 其實是驗品 只要好看 你們不管真假 你們不會太注意 真實的裡面的東西 你們沒有注意到 一個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她的品格 她的個性 她的對你的態度 她對你 就是說 能夠願意跟你好好持家 也能夠互相發展的一個伴侶 女孩子的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在這裡 男孩子的核心價值 也不是高度算 有些呢 其實男孩子的很多價值 跟身高無關 跟財務多少有點關係 因為太辛苦了 其實是日子也能夠 我不會去老實講 所以 我也不會像 我女兒 如果 如果我女兒 要嫁給一個家裡的核心在這裡 我想 跟她長得不高 頭突了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跟我女兒以後 日子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對於一件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說什麼 看人家怎樣 而是說 我為什麼要把一個好好 我們好好養的女孩子 開始去嫁給一個 嫁給一個 嫁給不在戶的人 但我這是娶弟 因為不能娶別人 女兒 那兒子呢 如果娶一個 他本身有什麼在戶的 什麼爸爸又怎樣 留下一堆在戶的 那其實也沒有必要去承接 剛開始比較交往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很重要 但有些女孩子很有辦法 有些男孩子很有辦法 這什麼在戶 三百萬 老子隨便賣一塊地就給你完了 有什麼問題 我們不是那種家 所以我覺得核心價值是 我們兩個適不適合 我們品格上會不會容易批准 我們不容易批准 批其實是很難忠實的 但是其實很難忠實 但是也有底線 有很多事情是要做之前 要考慮的 不是像剛剛那男的 我因為是同事 有一天就來電了 或者有一天一時興起 當時想做就做了 我跟你講如果外遇要做的話 是非常簡單的 外遇其實是那種 易開難關的一個事情 那麼不歸如何 其實這個男的本意上 只是要覺得隔壁家 隔壁隔壁家的這個女孩子 常常早上七八點的時候 在那邊等公眾汽車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是 老實講 以十一柱行來講 行這一方面非常辛苦的 沒有捷運 只有公共汽車 而且我有一陣子的是 我婚前都住在夏門街 我們所有的公車都是從永和出來的 永和過中正橋到夏門街第一站 誰會從永和坐到夏門街 夏門街也沒有公司也沒有什麼 當時只有華麗的訂做皮鞋跟皮包的店 所以沒有人會在那邊上班下車 所以呢通常那邊沒有下車 那個司機就直接開走 所以我們在那邊等到不停車 不開門的公車 那時候也沒有騎 所以我常常六點多就起來 然後不到七點就跑到那個公車站 看會不會早一點 沒有一次是準時到他上班 因為我們是八點半要九時上班 你慢了一分就是開始扣你的錢 一分好像扣一百 然後一百以下 我一天才有多少錢 一百那一天就別坐 一百坐 所以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 交通沒有辦法配合我們的上班制度 所有的上班組都是 早早八點然後上班 因為我們八點半上班 六點上班 五點半下班 絕對 保安公司絕對不可能五點半下班 所以 然後要領年終獎金的時候 快領年終獎金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都是待了好幾年了 可是總經理會出一張布告 那麼今年因為公司營運不佳 但是看在大家努力工作的份上 著花半個月年終獎金 你明明該花一個一個人 是一往上算 你怎麼可以從半個月算起 可是那時候老闆說的 勞資是最高的 我們服務者是最低的 所以有些要去抗議 像我就去抗議 我一開始 考進去的時候 考進去第一名 可是薪水呢 我一個月兩千 男生一個月兩千五 我就很生氣 我一上班 第一個禮拜就跑去 總經理是 我跟秘書講說 可不可以讓我見總經理一下 因為總經理是考我進去 他是全國一百多個人代 度互選的 他親自考試的 大概有一關就是五個 因為他聽說有一段 以後就 前面考三關 怎麼這樣過去了 所以他想要看一看 他又開始講話 然後講二十分鐘說 你把我剛剛講的話用 一百字還兩百字寫出來 我就想說 這有什麼問題呢 這什麼問題呢 因為台大應該沒有 北英明就是筆記 會記筆記 你在上面講 你在下面記 結果一定要快 跟書記一樣快 所以他對我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又考英文 然後考所有的東西 最後拿考 考這個 那我覺得他應該給我印象 所以你居然敢給我兩千塊 我很生氣 我是考第一名 所以我跑去跟他講說 我想請問什麼經理 為什麼我考第一名 然後我做的 應該不是剛進去的時候 我那兩個月搶到一個 三家廣告公司 我們公司是 六個Coffee去選 選了我一套 然後客戶用了我那一套 結果那一套我還會一次 那時候 當月兩百萬 所以我幫你賺了兩百萬金 完全是因為Coffee 跟溫蘭賺到 就是台灣收下公司 賺到之後 你還給我兩千塊 我就跑去跟他講 說他想辦法點錯 你再怎麼樣好 你是女生 我說女生 能力有比他們差嗎 我是考第一名的喔 我說我總之你不要忘記我 然後他說 我說為什麼 男生會比我多五百塊 我覺得很不滿這多五百塊這個事情 他說他想要半天會連動工錢 沒有人混過他這個話 後來突然覺得好開心 我眼睛一亮 然後他說 因為男人當後兵 你沒有當後兵 所以我就算服了 算好 這也是一個禮物 但是呢 你再來你就不要再呼嚨了 所以呢 他對我很頭痛 一直覺得他很優秀 但是很囉嗦 很還來找我 找我講這個 講這個 就是說我只會是套全力的 做這類型 但總沒人知 我不是講說怎樣 而是我覺得 不歸入的女主角呢 他知道 他其實是 我覺得他會淪落到這個地方 是因為 他從來不知道 男人女人上床 是電光石火一下子的事情 所以那個男人 也是經過的時候 他就好多次看到他 穿著迷你衣服 那時候我們流行迷你衣服 而且他的迷你衣服 特格短 因為他這裡做的衣服 他就是塗裝設計的衣服 他覺得他的嘴巴應該很好看 事實上他的腿是蘿蔔腿 但是很白 因為這是 這本小說老實講 就是我一個 曾經同事過的朋友 被欺負到不行 他跟我把所有的事情講到 他說他要跟這個人離開了 所以請我寫一本小說 因為我們別忘了太子的講 你可不可以把我每次寫一篇小說 我本來覺得 你這個故事到底有什麼好寫 然後我想說 好 我就把它寫一寫 自己學姐姐 自己學得很有意思 覺得可以這樣的結尾 就顯得很開心 然後有不曉得會參加 有機會參加比賽 好 他穿著迷你裙 你知道嗎 以前不是女孩子不會路秀 沒有路秀那種事情 路秀 無你無路秀 無泳是穿旗袍的 所以那個時代很奇怪 然後我就說 最多整個路腿 路腿呢 腿真的要看好 壞路腿 他路腿 然後 然後就每天 等在那邊上 等公車上下班 公車老是脫班 反正任何時期都脫班 任何時期都脫班 任何時期都擠不上去 即使再現成頭 然後那個男人 每次在急順的想 浮誠的經過的時候 你知道 男人那種色鬼 一天上去看 老腿 男的女的好看 就是這樣 女的女的好看 早就向上知道 你是哪裡的女孩子 所以呢 他就每天就開始 到那邊巴巴巴巴 在你面前騎下車 還知道他是影什麼 李小姐 你要不要上車啊 工作沒有來 我接你 我送你上班啊 然後他姐姐說 神經病人 那是誰啊 我又不認識你這樣子 然後就不緊張 然後所有人都在看他 這樣一次兩次 到最後一次的時候 那個男的就說 李小姐 我就是住在你隔壁 隔壁的人啊 我姓什麼啊 你不知道我姓瓜阿 你這樣打到的公車 快點上來啊 結果 應該是趕快叫他坐 我一公車來 就趕快就大公車上去 結果他就上去 結果他是 聽到他的話 被魔咒地上去 上去 那個男的其實就不懷好一點 開始會看他的腿 然後第二次 他就很自然地開始 每天被他送來 因為當人家變成 女人有時候 因為方便而失去你的地方 你坐公車 一樣可以到 但是坐公車 你要早起半個小時 然後呢 沒有辦法送你到公司門口 所以有很多女人就是 其實 我在校園裡面 跟哪一個談戀愛 是因為我還拿 不是 因為剛好很方便 所以他就開始拉電車 拉電車以後 那個男的就開始 前撐彈 他就覺得很漂亮 再來手的馬 還怎麼樣 再來直接開到摩德爾去 那時候應該不是摩德爾 那時候應該是 雨色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 有沒有冰管 應該沒有冰管 也沒有冰管 就是什麼摩摩 什麼加東大雨色之類的那種 那種手 然後他們就 就把他帶進去 那女孩子起見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就是說 當然可能覺得說 他可能要讓他親熱 可是沒想到一次就完蛋 他一進去 他就不是以前的女嬰兒 那個男的就是 我就是要 我就是打定毒藥 要吃女 所以第一次就把你吃掉了 然後呢 之後我讓男的躲了 差不多一兩個月 還是不到一兩個月 我記得是一段時間不見 所以那個女孩子本來很生氣 你這麼久 就以為吃掉 我就會把我化氣掉 為什麼不能呢 因為吃掉 有時候化氣掉 對 就是 就叫做什麼那個 方便丟啦 為什麼叫方便丟的東西 吃完就可以丟掉了 可是 女孩子起先很生氣 你決定說 我一定要跟你談到底 應該討一個功道什麼 可是 一個月過去了 他都沒有出血 女孩子就整個 蛤 像消氣了皮球 然後開始就哭了 開始怎麼辦 後來那個男的再打電話來的時候 他就變成忘記要去跟他算贓 只想到自己反顧委屈 然後就被他抱抱的時候 繼續這樣做 當然他也掙扎過 他這樣做 這樣做是錯的 那個男的身材 因為電影是由那個 蘇明雲跟柯劇雄 你不知道 以前那個台灣影帝 後來中學的時候 肚子很大 可是他自己去爭取要演這個東西 他覺得他很適合 然後他就演啊 演的時候 然後 後來點了像射行片一樣 我就在那裡畫 所以你賣電影版權 真的很難講 因為 有一次我的今夜尾語 是李星導演 跟大大女士公司 黃左翰一起來 是有名的製片公司 李星導演 張武強編劇 當時都是金馬獎 多次的得主 那麼兩個 三個人一起來找我 非常語音 然後開始討論 那個場景要怎麼樣 最後一幕的時候 那個離婚以後的先生 跟自己的小三吵架 在雨夜裡 跑出來打公公電話 給他的太太 給他的前妻說 佳洛 佳洛你還好嗎 一百年 從有外遇到離婚到離婚 你姐姐從來沒有顧過說 佳洛你好嗎 在離開以後 她想到說 我曾經跟一個很好的女人在一起 那麼我的孩子呢 甚至我來不及多看一眼 還在坐月子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得外遇中了 所以她覺得 她就問說 啊好 我就是她的兒子 那麼那裡的 其實已經兩年了 幾乎差點死掉 差點自殺 她經過差不多一年才走回 才走出來 才走出來 才走出來不久 電話就到了 然後她就說 我跟她吵架 所以 她就跟她打完 就是跟她的前妻說 我給我那個小三吵架 所以我出來給你 她不知道我打電話給你 這個太太 其實眼淚已經到了那邊 那個佳洛就跟她講說 沒關係的 你趕快回去吧 小夫妻吵架都會有 趕快回去 她勸她回去 但是在心裡偶爾是說 我已經走過那麼多 回生死的關頭 好不容易我現在飛起來了 你現在來跟我講 道歉有什麼用 但是她只是說 那因為真的很為美 為美的晚上 一個 一對已經不已分的夫妻 在一個 不遠處的 原來她家裡住處 不遠處的公共電話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像那個場景 你們現在手機 為什麼我要在雨中 在公共電話 打電話給你 我手機隨便廁所也可以打 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就是沒有手機 所以那一景呢 旅行導演的設計是怎樣 然後張永良飛機怎麼講 然後加上原著 所以很多人要來買那一部 金葉文宇的版權口 或什麼 價錢更高 或什麼更好 我沒有賣個大大 黃楚瀾 因為我看得上 張永良邊 最主要是理型導演 文藝劇絕對是好的 而且我們之前都有 因為我也得過金馬獎 打電話 所以我們跟她有些接觸 覺得她是一個 還實的人 所以我當時覺得 OK 少一點錢 但是拜託就幫我拍好 不要像歸錄那樣 像色情片一樣 所以呢 我就滿懷期待 最後開拍的時候 因為他們其實不太會管援助 只要把你騙到的時候 感覺是他們 就OK 所以就不太會管你 那幾個月以後 我看到報紙消息說 他們開拍 導演變成張永強的第一部片 我在想說他理型的 就理型又沒有 因為理型的 我不知道說理型 因為導演會過高 那個片商覺得 他不想發到過程 很大的一個影片上來 結果 就用張永強拍第一部片 所以大家很期待 他自己是名編劇 編了一百多戶的劇本 所以他應該可以拍做 很好的電影 我只是想說 天啊 怎麼可以呢 本來是理型啊 現在我怎麼辦 結果 當他們叫我去看四片的時候 我住在那邊 其實這一個畫面 為什麼 他們每一個都是 一個畫面 都很像電劇 一個場景才出現 一個場景 就想 那個電影帶領不到3天 就下電 是誰 那個李苡珍 當時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剛被花景 演了一兩部片 就嫁到美國去 跟歐陽龍 跟張國柱 張正的爸爸 人家都是張正的爸爸 所以那幕演三天就完蛋了 這個原住在那邊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起來 一樣 原住就是你以為 他很有財力 找了一個很棒的導演 結果他可以變 把導演變掉 我都不曉得 然後像某個電視台 現在的台影群 不是一演都是幾百集 然後當時我的父親千二妹 他們也是講怎麼拍 怎麼拍 我當然也只能聽他說 要怎麼拍 怎麼拍 我又不能審格他 所以我只能聽 看起來比較有規模 願意好好拍 行就簽給他 那父親現在就霸電打 就開始演了 第一集還行 有點像我的電 有點像 就主角角色的 賣牛牛牛肉 那些都像 第二集開始演戰 現在這種 長壽米南語句的先殼 就開始有一種奇怪的戲出來 到最後我打電話去說 我就找到老闆說 早天你是要 你要把那個 傅君千RF隊的名字 書女拿掉呢 包容的名字拿掉呢 還是你要怎麼樣 因為我不想掛那個 那不是我的戲嗎 那你把我掛著我的膝蓋在那裡 然後回去也不知道填到哪裡去 就演得現在變成很多級的民愛情 所以這種援助改編在那裡是甚麼 我想很歸入這個 就是說 完全所有的人生跟愛情 是沒有辦法領駕到再開車的 沒有人會教你 所以你做父母的也是一樣 我要做父母 可能現在有育兒手蹭 育兒手蹭知道怎麼泡臺 怎麼說洗澡 但是那也是一直執本的東西 我到家裡給我幫小朋友洗澡 因為那時候我是保姆洗澡 我看到那麼軟的小孩子 我嚇了半生 我要幫他們溺水 所以就想請保姆洗澡 所以人有所長 有所短 就會就是說 愛情是沒有所有的駕照 你也不會有人教你說這樣 愛情其實就是說 你碰到甚麼的人愛情會變成甚麼樣子 所以呢 這個男人就開始 就 他就無省 就在掙扎跟吵鬧 跟說 那麼你最少要給我 因為他怎麼樣 男的白天跟他在有個地方 小小的做一下愛 其實做愛最快 你可以三分鐘一分鐘 對不對 也更五分鐘十分鐘 總而言之 很快做完 他就做 他沒有意思 他雖然是外遇的男人 大理石他認為說他是一家之主 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回到他那個家 他說 他如果沒有愛他太太是 是不可能的 他那個太太 那個名字很像很大太太 結果他長得很高大 像一個很粗 很粗的胚胎那樣子 粗黑的臉 然後呢 生育是低低的 然後有四十多歲的 看起來有點臭老 那不好看 就是一個家裡的體育 但是呢 那個男的 好像常常在外面扮演 那麼風流體堂的那種 那把人家搗成小山的男人 但是在家裡就是個居家男的 他會在拜拜的時候 哇 當那個叫做那個 一家之主 開始拜拜 然後 總而言之 他其實只是要玩一玩這個女的 只是這個女的覺得 我已經被他睡了 我怎麼可以讓他這樣睡 我要纏住他 可是他開始要爭取到說 那麼我要跟你拍在平等 他四天好 他不知道要報告 那三天在我這裡 可是在方武藍裡面 一個晚上都不在他 但是他後來 搞了一個小小的套餐 那個西餐廳 小快餐廳的時候 方武藍每天去 帶他兒女的 酒駕授帶他們去 阿姨那次吃午餐 然後去拿點 在那邊打一個小蜜蜂電動玩具 他擺了好幾台電動玩具店 然後去跟他的小三拿幾千塊幾萬塊 車子壞掉要修了 客戶來要請私換 他不但沒有那個給錢給小三 而是小三給他錢 所以女性獨立開始進到一個問題 當女人 你要女性獨立要女性獨立的時候 第一個是經濟獨立 一定要經濟獨立 你沒有經濟獨立 你就沒有所有其他的權利 另外還有空間的權利 你要有自己所屬的 可以上鎖的一個空間 這是維吉尼亞烏爾布教 他說還要五百萬年收穫 不管爸爸給的 或者你一年有五百萬收穫 你才可以做一個理性獨立者 來寫小說 寫什麼 可是我想 這個女孩子有經濟力了 他甚至為了這個男的 做過很多事情 開餐廳 然後也去選過四億元落選 然後也去賣過很多東西 去設計你的胸罩 做過很多事情 把所有的錢都給這個男的用掉 可是男的還想去搞小四 小五的女生 而且有沒有很多小四小五 你還上工 大概一定要借他兩百萬 那裡面還有幾個很前衛的女孩子 妙藝什麼等等 我想不歸入的重點是 他對台灣現代兩性的 整個磁場 推出了第一前婚大婚 把兩性假象的 好像平衡的局面打破了 他讓大家看到 女人其實長期是在不平衡底下的 但是女性主義 你在追求女性平等的時候 你怎麼做到情欲自主義 那麼台灣的女性主義呢 其實所謂的情欲自主 大部分只想給所謂的人格獨立 大部分只想贏見 情欲者的解決 女性主義 你如果沒有辦法 你已經往前走了好幾步 你已經進步了 可是男性還在當地 沒有進步的時候 你如何再去回頭找到 一些沒有進步的男性 所以女性主義者呢 他的情欲怎麼解決 如果他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好男人的話 好男人都被很少 一下都被搶走了 所以女性主義走到這裡的時候 碰到一堵搶走不過去了 所以呢 因為走到性的地方 你到底要怎麼解決 所以呢 我們以前不是有人 只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 這都是空法 你要找誰性高潮 你要叫男人不要性騷 但是你要求性高潮 男人不一定會給你性高潮 所以後來 我們在哪裡 女性主義在哪裡找到 一個台灣女性主義 當時的出路呢 在美國一個社會運動學者 背地道稱的一部著作裡面 他長期是一個社運的 一個女性主義者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 他的姓聲我非常維滿 他有無信派 他沒有他理論 但是他講過一個最好的理論 智慧 Six 火怪 一個人的性感 就是智慧 智慧有多好 他說 女人 不是 所有的人類 其實解決性欲 重要性欲的方法 性欲要解決要輸發 重要的方法是智慧 可是智慧從來沒有被正名化 而且常常被污名化 很多人認為說 智慧是不道德的 是賊的 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看過日本的自殺 德文歐佑的那個叫什麼 對 那個三角尤季夫呢 他寫了一本小說 我忘記小說叫什麼 那是早期的那個男學生 高度學生 因為他是個運動員 但是運動員的體力 運動員他還是覺得很想做 所以他就自己智慧 每天智慧 下午智慧好幾次 然後他後來就覺得 不然看到什麼東西 說智慧是不道德的 而且是會 以後會信聞的 是那個信聞 等於會揚尾的 所以他趕快跑去 什麼老師都不能問 只有他那個教練 問教練說 那個他每天做好幾次 他怎麼辦呢 他想到以後怎樣 老師說 那個是不過分的 在五次以內 一天在五次以內 就是不過分的 怎麼一天 就是說 智慧呢 其實不要乎他 污名化 說他是不道德 或是不健康的 他沒有不道德 不在乎他的問題 那麼你亂搞 你跟幾個女人亂搞 那才有 才有骯髒的 危險的 或者是過度重慮的結果 智慧也包括 所有的信義就是一種 是信義的一種 可以坦然的做 我現在發現很多女性 就是走到今天 只有這一點是 在女性主義 1995年以後 的台灣女性社會 這一點是唯一比較獨立的地方 我聽說有個女人 買了各式各樣的 那種情緒幼聚 有黑人的有白人的 尺寸也有大大小小 適應他們的 我是第一次聽到嚇了一跳 原來我自己不夠女性主義 這方面除了還沒有 注意到這一點 但是很多是這樣 然後業裡面也有這門診 他專門教女人 你能怎樣達到高潮 所以女性追求 情慾滿足 是不一定要靠男人的 智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智慧是性交的一種 只是 你要把它證明化 不要把它汙明化 你不要把它認為這是助性的而已 它其實可以當作一個 主要的性工具 我不是講說我們終極是這樣 我是說 1985年到1995年 台灣女性碰到一個 女性要如何經濟獨立 以後變成一個完全獨立的自主 不靠男人的 其實那時候 我後來看到被 編一道生這本書的時候 覺得這是一本 可以解決那種女性主義 困難的一個方式 但是終結我還是覺得 如果 你的女性的 生殖器官 淪於經濟價值 就是用賣的 我的經濟器官 交換給人家的時候 我可以得到多少錢 我的身體 給人家可以得到多少錢 這就是 用經濟器官再賣錢 這就是錯的 這就是性交易 所以有很多女孩 我說 我是賣又怎麼樣 我又沒有偷不起來 為什麼不可以呢 你們是不道德什麼時候 我說不是啊 你的商品變成 你的身體變成商品的時候 你就有被嫌的時候 你就有被嫌棄 被挑剔 被丟包 甚至被不買 勒死打死 強暴我們這些問題 所以你覺得 去做性交易是一件 平等的 是一個好的事情嗎 可是很多人覺得 所以為什麼有原教 關鍵有清楚 女人的所有的情慾教 情慾的那個 生殖器 生殖器官 其實本質上是為了我們 滿足我們的情慾而存在 但如果牽涉到交易的時候 那就是錯 我們不要再被付休賣掉 我們也不要自己去從外來 所以女性主義 我想不歸路的李銀兒 說來說去 他是某種一個不成才的女性主義者 他的情慾還要靠這個男人 是錯的 他經濟獨立 但是他沒有走出真正的 女性獨立的一個 一個 一個門檻 所以我認為 在1983年出現這本書 其實是為了 台灣社會整個 情慾 還有所有的女性價值 女性自主 提出一個 更大的疑問 更強的忠祥 更快的刀 劈成大家 嚇你跳 然後開始去正視這個問題 復歸路 我想整個的價值 應該在這裡 我想還有二十五分鐘 大家有沒有要互動一下 請問 直接用不說到這個 但是網站可以講嗎 不用說到那麥克風 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因為其實 對 那邊 是那邊 你 後面 對 聽一下 對 聽說 我想問 就是 你這部作品 就是為什麼要叫 復歸路 就是 沒有聽進入 聲音來講 為什麼這部作品 要稱為復歸路 是嗎 就是 呃 為什麼用復歸路對不對 好 其實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第一頁 第一頁其實就已經開張鼓秘點了 我是以第三者女主角的嬰兒的心境講的 那麼 他認為自己已經走到復歸路了 事實上我必須講 實際上的李寧兒 老近 非常看遠 他現在還沒有真正跟那個男的分開 可是那個男的從來也沒有管過他的生活 那麼他 我最後知道李寧兒的生活狀況是 他在淡水馬街營外面附近 開了一家二手家具店 家具全部擺得沒有手 那都有標價 那誰看到就把錢放進去 放在櫃檯 然後把家具搬走 他是一個人為什麼住在那裡 因為他的老母親 他老母親非常有的 可是一個典型的持家的老母親 就是三重四隔 那女孩子就乖乖嫁來相夫教旨就對了 可是不幸 女兒在那個被那個東武南誘惑 變成他的情婦以後 嫂嫂先發現 因為電話打來的聲音是很老 比較昌老的聲音 然後嫂嫂覺得應該讓婆婆知道 所以就跟婆婆上來看 一家二手上來跟她丈夫上來 看她到底要怎麼樣救這個小姑 所以呢 那母親曾經親自到方母男的家裡 因為就在她家隔壁的隔壁 去哭鬧 還沒有哭鬧 結果被方母男能感披愛太太 把她趕出來 所以一個瞎著的母親 還覺得說她應該聘著自己瞎著 還能有一口氣讚 要去幫你們討一個公道 那為什麼李雲兒呢 其實是到現在一走 她就沒有回頭 我寫的是她的真正的情境 但在小說裡面 我把她安排成她要以待 她要把她肚子裡面的孩子剁掉 幫我們男的孩子剁掉 她要自己走出來 要去過自己的日子 那是我希望她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她是 如果第一句話寫的 她第一次覺得一條路走到這裡 再也回不了頭 是她帶她上賓館的那一天 他們有賓館 那時候有賓館 所以你看 所以呢 我把她的命令就是說 她為什麼 她根本不是一個女性主義 完全不是 被一個男人帶上賓館 我第一次給的那個男人 又算什麼呢 現在有沒有人 有沒有哪一個男孩子說 會在於說 她太太 不是處女啊 不是第一次跟她在一起啊 或怎樣 你們都已經 都大陸 三十幾歲 或快三十幾歲 才結婚的 現在 你說現在已經男人 你想在那幾年 從外遇期 從十三四歲 就開始外遇到 三十幾歲 你們可以手針 完全不去想像說 不會被情力騷擾 不會想到想要 跟異性無合同嗎 你們機會那麼多 現在的 男女碰撞的機會那麼多 男女上童的機會那麼多 如果你們是和平分手的 不要安眠藥氣跟人家喝酒 還人家摻在裡面 讓人家死掉 不要去怎樣殺人家 不要去 帶人家去日本就開始 一定要你一輩子 要你的生命來給我 當街馬殺死 這很恐怖的愛情啊 為什麼大家六代這麼公開 這麼容易找到 還變成就是說 這個輸不起呢 那麼 里面那個時代 就是正在 女兒呢 被一個男子摘了便宜 失真於她的時候 就要跟著她的一個時代 到開始變成一個時代 她剛好在那個縫隙裡面疊下去 所以她自己覺得 在第一次被那個男子戴上賓館的時候 她覺得她已經走上去 回不了頭了 但是作者不這麼認為啊 所以作者在也奉遍 所以 也有一些評論的說 怎麼可能跟她那麼多年 後來就毅然決然分開了 為什麼 就是我希望她變成一個 一個比較有理性 勇敢的女性 這樣的可怕的 做小山或做睡眠 起碼條件好一點 這什麼那條件 你要做得甘之如一 如果一樣要做什麼 你不如另外去 另土它去 所以呢 為什麼說我叫不歸路 但是這個不歸路 現在變成一個社會通用 你走上了一個什麼的不歸路 你走上了一個什麼樣的不歸路 就是你走上一個 愛上星星的人的不歸路 走上韓劇愛好團的不歸路 一直往前去喔 所以這個團體怎樣 那個團體怎樣 那麼又怎樣 我昨天看一個文學講 學生文學講 以那個首爾當舞台 寫一個十幾年前的火象團體 十七歲出道 然後突然中途 他的出櫃 他出入男性 同性戀酒吧 摟著一個男人 被看到以後 他被逼在節目上 要講出 就人家叫他 叫他講出他的姓像 結果今天給他一個好好的告知 他拿著轉不看 那就是說 還有出櫃 你們可以笑我 可以認為說 我很噁心或是怎樣 但是你們不能可憐我 你們唯一不能可憐我的就是 就是 我不可憐 那這個團體 那個團體裡面就是 他就是 出去了作為代價 但那個團體 還繼續 各自發展的作用 那我不曉得就是 唉 其實同性戀 跟台灣這十年的兩性關係 尤其特別這幾年 已經不再 已經實在是一個不再封閉的社會 所以多元成家 同性戀 同性戀以前是要用生死去 去爭取的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 1987年 有一個台大心理系 畢業的邱妙金 女性 是一個很好的享受家 那麼他寫了一部 叫什麼叫 鱷魚走進 對 鱷魚走進 可是就在1987年 用匕首至少 天啊 那是如何死的艱難 匕首要 到底殺哪裏才會往上死掉 日本武士是割肚子 橫著牽 直著要牽 可是後面有一個 再把你的頭砍掉 那個痛苦就消失了 可是要用匕首至少 我們也需要勇氣 他如果玩七年八年 我認為他不必用死 來結束他的性下 他都認為自己的同性戀關係 是一種罪惡的關係 事實上是錯的 今天我們來看是一個 多麼普遍 我們對所有的事情 要有同意性 所以有些人很早以前 我說 你贊成同性命嗎 我說當然贊成 他說為什麼 你贊成呢 你家有這個呢 我家沒有啊 我家沒有 我家有的話我會贊成 一個做木母的 兒女就是沒有辦法改變 你不贊成誰能夠支持他 你不支持他誰支持他 所以我一定贊成他 而且所有的愛念 我們愛什麼人 有些天性愛聞臭味 有些天性這樣 那是不能勉強的 你不能用一個同意性去接受他 所以我最比較不能感覺 就是不能理解 為什麼宗教會堅持不想接受 宗教會不是應該 聯比各式各樣的 當然覺得同性戀 今天到了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評審很多 我們現在看到同性戀是什麼 開始陷入一個 像是我們所有的異性戀一樣的 也有嫉妒 也有外遇 也有劈腿 也有分手 也有為了寵物 吵架 分手 也有寵物到底是要養 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 同性戀今天已經不必用生命去爭取 秋廟天如果晚生七八年的時候 他不要使得那麼慘烈 一個那麼優秀的人 惡意總計 惡意總計後來 我記得有一次 時報文學獎頒獎 不知道在哪裡 他自殺了 人家在他時報頒獎 給他一個特別獎 他爸爸去領獎 帶給他領獎 那爸爸還真年輕 我覺得很可憐的爸爸 就是說 他的女兒死掉了 用任何方式激烈的手段死掉 真是情何一看 所以每個人常常想他要自殺 我覺得昨天那個兇手 至少還想 爸爸媽媽我愛很多 來不及跟你們講 至少心裡還有爸爸媽媽 很好耶 我覺得我們很多重爸爸媽媽 就是 這個父母到底現在還有什麼權利 這個社會已經變得到 我前幾年還講過一句話 大概不到我什麼年前 我說 從前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台灣社會哪一個壯年人 少年人打擾人 可是 講沒多久這個社會開始 就老年人一直愛他 弱者一直被反 這是一個 大家沒有說自己是強者 應該對老者的敵意 當然有些老年人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盡量不要做一個討厭的討厭 所以我每次跟我兒子講話 我說夏媽媽你講過了 我說我還沒有開口 媽你講過了 媽你講過了 我就那個氣候也不能講 所以呢 現在也不能寫信給他 因為他很不耐耳 他比較長 大概半夜的情況 都不想看 所以大部分都是很短的 所以你要找他有求於你的時候 或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跑 有排一些你要他聽牛話 你要什麼 可是我覺得小孩子 你從小好好教他一些禮儀 什麼東西 他還是會變得一個好孩子 雖然他是一個有些不耐心的人 但是他就知道你是媽媽 他要對母親節 你的生日什麼東西 跟他妹妹分別做鐘 去訂餐廳去做什麼 誰都會買一個禮物 沒有初期出餐廳前 就要買一個禮物 沒有禮物就有一個紅包 通常我比較換用紅包 總而言之 就是說做父母的 無論社會怎樣 你還是從小就要好好陪伴 有很好的質跟量 一般的質跟量 謝謝你 對不起 你說父母那些這樣而已 只有吃肉 還有什麼 請說 我們現在請問一下太陽老師 在小說裡面還有 老師有特別安排女性的角色 就是妙玉跟張少王 對 是不是有一樣對照的感覺 跟妙玉的形狀 跟妳的感覺差很多 實際上有個像妙玉那樣的女孩子 她後來貴婚生子 那她的小孩子的父親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 嚇得走 這女孩子就是跟女女兒完全不一樣 她找的男朋友是她要的 都是吃那個公果腰 然後嫩肉的那種女兒 所以呢 她很會賺錢 家裡也有一點錢 她就是典型的對照 但是我覺得還少一個對照 所以創造一個是張少王 張少王大概有點像我自己 但我覺得我不會那麼鬧鬧 我不太喜歡講這些事情 因為通常不會講一個兩集都會講 因為講的沒有用 我發現每一個來問你事情的人 老師我覺得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 我決定要疑問 讓我看看那個婚姻OK吧 我就說你決定了就好 可是老師你可以跟我講 你為什麼贊成我的決定 天啊 你不是決定了你誤啊 我還要問我 我還要講一大片道理跟你說 我說人家都已經這樣 我說你如果一個麵包 如果他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你這個家庭繼續下去還生半個麵包 如果你這個時候真的沒有經濟力 要養孩子的話 半個麵包也可以吃飽 如果你要忍耐就忍耐 我們會這樣 我們常常在說所有的婚姻的時候 我覺得婚前呢 如果外遇 我絕對會講說 你不要以德報冤 不能原諒 婚前就外遇 而且怎麼樣 還有一件呆夫說 他的小善是一個很可憐的人 本來他是玩一玩的 可是後來發現小善得了什麼癌症 他說他要陪他走到最後一程 走到最後一程以後 叫這個女人等他 那女人問我說要怎麼嗎 不是 那個癌夫說 癌其實五年存活率 我們不是做哪一個什麼 就事實來討論 我說他會不會有種 還不是一個定數 他什麼時候走也不知道 那你到底要無窮定了等多久下去 而且人家都已經劈腿到那邊去 都明明擺著劈腿 你還擺著說 我像是正公駒都不怕 對於有一些一大堆存女人 不知道為什麼要帶這種話 還要問 然後問問說 老師你可以跟我講 你管對的語言 我管對的語言 不是性的 他跟妳講完嗎 我還要他寫多了 妳才會懂的 總而言之 你如果問我女性主義 臺灣女性主義 現在今天有進步嗎 跟1995年 1990年代 是沒有進步的時候 這是更混亂的 就是小善更狂 glance 有那麼多人 就是介入 讓很多元備處理得不夠漂亮 然後臺灣的華麗的善養會 沒有很快的趕快處理好 你應該不要逃掉 你不能說小孩不給你看的 或者如何的 這些美國都沒有完整到一個程度 那麼你要講說通姦無罪論 很好啊 通姦本來就不 通姦有什麼罪 我就是我不想愛你 我不愛你的 結婚就是通姦了 所以通姦的罪不是要公法來管的 是你自己兩個人之間的事 但是善養會的問題 就國家要來管 當你結婚二十年以上 你的退休金所有財產 該不該給另外一半 如果離婚該不該給另外一半 一半 當然應該就像日本一樣 所以成年結婚特別多 老人結婚特別多 因為你從此有跟你結婚二十年之後 我可以拿你一半的財產跟退休金 但是我一輩子都不用吃透 所有的日本人也當然願意離婚 但是台灣有沒有規定這樣子 要好有規定 不能讓他們先脫產 然後再怎樣 當然我不是說要對婚的人 因為老實講 我有一兒一女 所以其實我兩個都一樣要講 只是說我們公平的來講 善養會有的女孩子被掃地出門 連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還要養那個姓姓的小孩 那如果小時候小孩就不帶著 給爸爸帶的話 那個小孩得失去 到二十幾歲 他們不准他到處搬家 不到母親接近 所以那個女人是從 離婚當時就失掉 同時失掉到女兒子 因為我個人最喜歡的 還是老實做一個小說家的角色 老師的著作七十本裡面 我今天一半三十八部 都是小說 其中好幾部 還會成電視 還會成電影 我想 要認識老師 我認為 曾經建議各位 先從小說看起 那是最真實的 廖惠英老師的面貌 我想還是這一本 也就很巧啦 5月1號 經由另外一出版社 九更出版社 重新再次出土 應該說 經典重現 經典重現不歸入 我這是一個 我個人也是 通常我們這個團隊 非常欣賞 各位有機會 來認識老師 有最好的方法之一 不愧不愧享受 那現在最後一個時間 剩下我們有一個 文言記免印 每次舉辦 都會有一個正題的時間 我們從各位 這個理會者裡面呢 我們抽取了 電腦選號選的 5位 這個得獎 總統請教老師 幫我們頒發 我們明記的 特別紀念品 第二位是同學 恭喜 黑色 三個不同顏色 紅色 藍色 黑色 再過來 網影節 大家都很堅持 今天他說 最後 明天 明天在 紀中環文件申令 在台北十同安街 107號 有一場 關於這個 城南的一個活動 楊維穎老師 會跟另外兩位作家 黃跟楊嘉賢 謝謝大家 麻煩 大家記得 鼓鼓鼓鼓的帶走 謝謝